她說我們是勞委會 我們不會告勞工的啦 我們不會跟你用這筆錢 你趕快來辦啦 那當然啊 我們也不要辦啊 你帶跑幹嘛去辦啊 你不要花一個洞給我們票 她說不會啦 她會不會告勞工的啦 這本來就是就業安定基金 各位知不知道 就業安定基金怎麼來的 就業安定基金是 所有工廠的老闆使用外貌 所提撥的引錢 不是全民的納稅義務錢 了解喔 所以這筆錢 老委會 職訊集提撥了7億 來解決全國觀察問題嘛 所以才會有這筆錢 不是說拿全民的納稅義務錢 有些社會大眾不太了解 誤會我們說 百塊不然就要贏 拜託這不是百塊 這是我們該拿的 資前輩退休金 我同事做了三十幾年 他的退休金 如果你退休金 當然就不只一百萬 他貸了九十八萬 那你現在叫他還 新地子業 在那個竹南 你知道當年他們貸款才嗎 譬如說你貸了五十萬 那個律師 有一個律師是貸哪裡的 沒良心的律師 聽說逃到大陸去的 當年就是因為說不還 我給你辦啦 一百萬的抽三十八趴啦 一百萬你就是要給我三十八萬 把人家抽三十八趴喔 抽走了 跑到大陸去了 請問你現在跟他要回去 這不是很可憐嗎 真的啊 那邊那個結實抗議裡面 就有一個心理子業的一個林大哥 七十八歲的人 你在結實 真的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你政府的無能 為什麼要把這個罪過的 來壓到你的身上來 非常不合理啊 好 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這次 我剛剛是問 沒有了 我是說為什麼十六年 給我才要 對 這個 就是因為那個民事的契約 它是十五年 就到那個法律追溯期 然後因為他們那時候是說 第一年可以不用算 你要從 他的那個契約上規定說 你就從第二年開始 所以不是第十五年 是第十六年會變成說 你過了那個追溯期 就是政府就不可以再壓 所以他就在那個最後一年 就是即將要過追溯期的時候 他開始壓 因為如果過了那個年限 他就有辦法 謝謝 那我補充一下 那他現在就是 從一開始訴訟 是不是等於那個追溯期 有被延長 還是說了什麼 就是 沒有 他就是進入訴訟 對 現在在訴訟 就是直接 對 現在就是施壓跑馬煙的 今天我們可以再打腳去 謝謝 那還有沒有朋友嗎 那還有沒有朋友嗎 我先有什麼問題 我剛剛聽了 這個 三位這個 一路走來的人 陳述 我先把我的問題 講在前面 然後 第一號的時候 我再解釋說 我請他再問 你們三位認錯嗎 你們三位認錯嗎 你是說你們錯在哪裡 錯在我是台灣老公 我為什麼要再問問 呃 我都要把中華民國給絕入 台灣人 一點感受都可以 還相信有在一個政府 勞委會是為勞工人著想的嗎 我說你們認知錯 它是用來管你們的 你們這些 造成他們的官位不穩 你們這些 斷 哪會是 哪會是 哪會要關照 你們不要好好工作 你們好好的死亡 我安安穩穩的 然後我的觀想 這讓你們做的 才是對的 我要深深地提出來 就是說 今天的台灣人 尤其年輕人 你們知不知道 這一個 中華民國政府 才是最大的樂園 這些 在他們的 保護下的這些 資本家 一個一個怎麼樣把 所謂 馬克思主義的 每一個工作人 該享有自己 工作的 這個 這個成果 的保障 他們根本對 這個政府來講 根本 完全 在他們腦筋裡面 沒有 比好說今天 那馬英主義 這個政府 就是沒有這樣 台灣人 活著的尊嚴的心 根本沒有 為什麼你們現在 還在相信這個政府 所以說 我們說 你們要不要跟錯在線 如果你們 年紀錯在哪裡 都不知道的話 那你們要叫下一代 學習什麼 學習你們 認知的錯誤 繼續認知錯誤下去嗎 這位大哥 雖然是講到政治 其實也沒有錯 袁洪斌就是一個 大概還來台灣的一個 人群鬥士 他講說 國民黨已經共產黨化 民進黨已經 國民黨化 確實的 不管誰執政 都會站在財團那一天 今天商業總會 工業總會 叫他拿出20億的政治現金 沒有問題 為什麼 工程追加預算 而是說 給你多30億 那你實體下代可多少 給我 那我們勞工 他叫你捐兩千塊 你可能要投利 有兩天的資訊 我們都要投利 但是商業總會 工業總會 什麼中小企業協會 叫他拿20億出來 總統大學到了 不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20億是小case 對不對 追加預算就有了 所以說他們一直挺財團 今天 不管哪一檔上來 一定挺財團 會挺工的 所以說有時候 真的說商業局不太久了 有時候要開開一點 馬克思克利 謝謝 謝謝兩位大哥 那先這位 各位朋友 接下換你 謝謝 我們可以同意 兩檔都是站在財團那邊 因為其實好像 因為基本上 他們接受到 政治現金的部分 其實沒有那麼多 都是財團 給人 像國民黨 基本上都是自己賺 因為他那個長期投資 他大概要來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看作 是一個投資公司 那既然這個投資公司 就是一個車子的基地的資方 既然這個資方 他又有執政立法的能力 那你還要期待 他這個政府 會站在勞動的立場 去為你們解決問題 我根本就是 天方夜談的事情 不可能 不要去想那麼多 那民進黨 有些人像英偉 有些反觀民進黨 真的很莫名其妙 他長期投資 一直離來 都只有1萬塊 那你真的要說的話 其實 資方的 資方的意見也是沒問題 那問題就在於 你資方 直接成為了 一個執政 執政者 那他們就有 直接的 直接的控制 那這個事情 不知道你們這件事情 有沒有想到 那最近 6月 5月31號 是那個政治 政治團體的財產申報日 申報日截止 那最近可能101年的部分 大概要除了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去 關注一下這件事情 好 謝謝 謝謝 那而且大家 都比較聚焦在 這件事情 我們盡量提勞工問題 對啊 今天最主要的是 講到勞工問題 好不好 那一致於政黨的問題 我們可能 我們也沒有能力去 目前來講 我們這邊算勞工問題好不好 對 對啦 雖然淳明姐講說 勞工問題 但是我們覺得 你在解決的 如果是 枝結末文的事情 那我想 你解決的這一件 旁邊還要冒出很多件 那我比較喜歡 還是 我們還是看到一些 像我先生也曾經 為了這個勞工的事情 要被參與 那我們是 旁邊雖然 我勞工他 是什麼第一階工人 但是他也一樣 也會生病 然後就被拆掉這樣子 這個事情 不是指花 指花生在病界 那另外我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事情 你們抗爭結果 產生了一個法 立了一個法 那對後續的人 有很大的幫助 那所以我要談這個法 為什麼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把這個法立好 那我想 你們幾百人 幾個月的辛苦 十六年前 多少時間的心血 如果沒有立了這個法 你今天從頭來 那是不是 現在的政府 有沒有辦法 像以前一樣那麼好 經過抗爭 就給你立了法 你們可以比仗 你們可以思考 現在的政府 就 會計法99只一條 跟勞工有沒有關係 你要說他沒有關係 我講給你聽 如果不是這麼多 在野的立委 聯合簽名 把這個法案擋下來了 貪污除罪 貪誰的錢 你看國科會 四年的研究費 研究台灣的多少能源 兩百三十六億 四年裡面 好不好 兩百個人享受好了 多少教授 學生拿多少 當學生的 你們都知道 學生也被剝削 研究了 今天不是在談會計法 所以我們可能 就有問題盡量是 好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權益是要靠人民自己爭取來的 公司NGO就講出了這句話 芬蘭的勞工或者老人 他們的福利這麼好 他說不是政府那麼善良 會主動給你 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習慣去爭取 那我們爭取的力道不夠 這些事情都是我們要檢討 今天政府就是我們縱容 造成這樣的政府 如果繼續縱容 我想台灣會更早 其實已經被賣得差不多了 謝謝 那還有朋友要提供 因為大家 比較多是心得分享 有問題的部分 還要比較少 好 請 那我就 聽得到 可以 聽得到 謝謝 那我問你直接跟 共產業關係的問題 那麼 我最近是在廣州 深圳裡面 做的調查 然後我去訪問 然後幾個 然後都我們幾個 然後就問他們 首先我跟妳講 我去年8月 7月 我記得你們那次去 檢驗站 散發船當年 然後我們還有到 立法院審券院裡面 然後不想送課 然後後來我 所以我沒有辦法 再繼續觀察你們這些事情 但是 4月回來我又有機會 所以 到你們那個 現場裡面 應該都非常深刻 我們的事情是很荒唐的 也是 未必是台灣 未必是 在台灣發生的問題 我去 深圳廣州那邊 訪問這些勞動員 集合的時候 我發現 你們大概也知道 可能知道說 最近很多發工 有在大陸發工 深圳廣州那邊 是有關台商 飯前工廠到內地的 然後我 訪問他們 這些案子的時候 大工還有過 一些背後的原因 然後老闆 拆除什麼樣的政策 因為他們 面對這個工人 住的事情 來看看這個飯前 觀察 然後很多 各種各樣的一些 像我們說 其他的一些 對 一定有老闆的一些 一些政策 一些方法 來處理 打擊你們的事 那麼 我就發現 他們面臨的一些 一些台式企業 採取一些 一些政策 一些 一些策論 很像 九十年代 你們去面對的一些問題 我就不曉得 你們有沒有思考 這個 你們這個九十年代的問題 不止現在 現在台灣也是引大愛的 連到 大陸 那你們會不會關心 大陸那邊 台式企業 辦成 工廠 官場 的問題 那邊的 工人面臨 的問題 你們覺得 他們那些 會想到 他們講的故事 非常像 有一點在 我請問你 因為 我們目前 我們是 台灣 我們是觀察工人 但是 就大陸那邊的情形 我們不是很了解 那基本上 我們也不是去協助的單位 所以可能這些 這些事情 我們不是那麼了解 那他們那邊是如何的去做這個 譬如老闆如何做善後的處理啊 或者說老闆有沒有給他們 該給的 推休禁 之前 這些我們可能 我們還沒有 沒有到過那邊去 我們也沒有去關心這個事情 那這一點 我就真的沒有辦法 跟你們去理會 因為最主要 我只是 我是官場工人 我不是台灣的什麼 代表之類的 所以我專門去 處理這些問題 我是當事者 可以說我是官場工人士 我們只是 就是說在國內 我們有哪些官場的 大概只有串聯這些人 那事實上 國外的 我們就不是那麼清楚啊 這一點我們沒有辦法 給你很滿意的啦 我也真的是沒有這份資料啦 也沒有這些資訊啦 所以這個 我可能還要處理在那邊取得耶 好 那不知道提完 我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 我相信就是 勞動議題就不止在台灣 包括在中國 或是各個國家都有 那當然就是 我們沒有到 就是 包括我們組織 或是我自己個人 我自己也沒有到 例如說中國大陸的 勞動現場 或是 親身的反共 或是跟他們接觸過 所以我沒有辦法 給一個非常具體的回答 可是 只要是勞動相關的議題 其實像 我們這些 勞動團體 我們其實都有在關心 不管是中國的 或是其他國家的 勞動議題 對 那其實 因為我平常自己也會 做一些 功課 或做一些研究 所以 對於那邊的 我自己個人的話 就是對於那邊 的 了解 就是稍後還有一點 就是 可能是跟農民工相關的 等等 對 可是就是 我相信就是 館長工人 雖然大家沒有實際到 大家可能就是 眼前的東西 破在眉睫 所以沒有辦法去 很固執說 看到其他 其他國家的 勞工相關的處境 但是我相信如果 就是有機會的話 我們接觸 我相信 就是台灣的工人 也是可以感到 就是這樣說 對 好 那我們時間不多 我們最後看還沒有問題 大家節省時間 這樣三十秒之內解決好不好 那個 吳女士 我想請問你 你剛剛有講說 前人中數 後人生涼 那請問你 有沒有辦法 一勞永慾 有沒有一個辦法 讓以後這個事情 不要再發生 就是 讓我們下一代 有沒有更享受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這位大哥講 我看 因為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看還沒有問題 間斷 間斷發問 然後你什麼 有沒有一次回答 我這一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的法院 判決本身 有時候就很奇怪 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司法的狀態之下 萬一 就是說你們最後敗訴的話 你們可能要玩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要怎麼樣 跟他玩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你們有那個心理準備嗎 因為其實現在的法院 有些判決真的 看起來就很奇怪 對 有人訴求 司法的狀況 我也蠻想問的 所以等一下 就請兩位休息一下 還有沒有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請他們 就是最後的回答 我回答這位大哥的問題 其實大哥很可愛 跟他們觀察公文一樣可愛 事實上 我剛剛講的說 千人做出獲人之外 只是因為我們抗爭 所以他修惡法 所以跟我講的說 我只是得舉例那個說 千人做出獲人之外 就是後面的老公有 享受到這個權力 但並不代表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老公問題都會解決 你了解啦 就像之前被對決決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就是說 失業給付嘛 失業給付這個就是因為 因為去老公被陳情看 才有立法這個部分 然後警法 所以後面的人才有立法之後 這個部分是單 就是個案 那不見得說 每樣都會立法 那你要看這些立法的人 有沒有用力 那當然你說 以後都不會發生嗎 沒有人敢保證 以後不會有官場 或者說有類似 這種事情發生 沒有人敢保證 這樣的問題應該是 丟給勞委會 去處理才對 是不是 我們只是勞工 我們只有盡我們的本分 是不是 好謝謝 好險 剛剛那位大哥的問題 就是講到現在司法 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自己也非常感同身受 像今天下午去開那個庭 就是對方律師跟法官其實都沒有賭資料 都沒有說 完全不在狀況內 完全不知道官場事件 到底在幹嘛 那這只是其中一個案子 其實我們目前開了幾十個庭 幾百個庭 很多法官其實都不太能的這個案子 他們也不去做功課 那有可能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有可能會敗訴 但是這是 這是我們其中 主要戰線其中一條 就是我們的律師還是會 持續幫我們就是打這一條 那我們也會 就是我們不會在這條收手 就是我們還是會持續的 打法律的訴訟 那另外一條的話就是 剛剛有講到就是5月6號的時候 然後也會同意要協商 所以我們還有另外一條路 是要跟老人會協商 就是如果現在 沒有辦法在訴訟這邊去的 說勝訴的話 那另外一條就是協商 那協商的話可能有 好多種辦法 可能他們再推出另外一個辦法 或是利益特別吧 還是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對 所以我們目前兩個主要的走向是這樣 好 謝謝兩位 那我們最後 看兩位有沒有什麼感想 可能花個30秒跟大家講一下 針對抗承 或是針對今天的回憶 來主持人 主辦大學好 我要非常感謝各位來賓 有你們在場 那我們講的話有能再聽 沒有 我們坐在那邊 ,,, 感谢观看